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那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呢 妈你是怎么死的 就在挣扎中 身体动了起来 动疼了伤口 范贤被这一下疼醒了 恍惚中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木屋里 昏暖的小木屋 让阳光显得更加刺眼 他努力地睁开了双眼 随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草药味 他想要坐起来 可因身体极度的虚弱 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在挣扎的同时 范贤一个抬头被出现在眼前的一双大眼睛吓到了 海棠朵朵使劲地揉着双眼 下意识地去掐范贤的脸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真的醒了吗 范贤 嗯 我还没醒 随机一个装睡的动作 范贤虚弱地调侃着海棠 能这么调皮 说明你真的醒了 真是太好了 海棠朵朵既高兴又担忧地看着范贤 看看你这坏家伙 连老天都不收你 此时 范贤看着笑开了花的朵朵 感觉特别的温暖 是你救了我吗 海棠朵朵立马清了清嗓子 虽然是恢复了昔日的高冷 但隐藏不了 因心跳加速而飞红的脸 当日我得到密报 二皇子派兵准备在边境截杀于你 可是我到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 你已经遭遇不测 身受重伤 幸好你泪力深厚 不然小命都难保了 范贤苦笑道 没想到杀我的是自己人 而救我的却是敌国的人 这一件之仇我踏日必报 你别急你别急 此事还要从长记忆 你先养好身体再说 海棠朵朵心疼地看着范贤 范贤貌似想起了什么事的问道 呃 我昏迷多久的呢 你躺了半个月吧 没想到这一睡睡了半个多月去 范贤的使团早已回京 不知道他们向沁国是如何禀报的 范贤眉头紧皱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朵朵猜出他的疑虑 轻声地说道 你呀 现在被诬陷成通敌卖国 庆帝雷霆震怒 割据了你所有的官职 令庆国各州府通缉 捕杀于你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现在两国边界已经戒严了 这倒是跟我猜想的一样 只不过没有想到二皇子这招来得这么快 这事我定要让他真相大白 海棠多多冷笑道 诬告北齐圣女亲自出手 救你杀出重围 死在我手中的庆国士兵不计其数 哼 你要怎么自争心白 范贤说不出话来 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难道埋怨海棠多多救了自己吗 庆国本来就是错综复杂 外加各种势力相互斗争 前有长公主和太子谋逆不轨 今日这份罪状落在自己的头上 也不冤枉 而如今北齐那么多人与自己密切关联 若是要严格论处 这是板上钉钉 长得失伤嘴 也说不清楚 就算是父亲和陈平平两人有心 想搭救自己 也不得不屈服于这大势之下 想要自证清白 就必须揭穿二皇子 可这又太可容易呢 二皇子又岂会坐以待毙 范贤再一次苦笑 平时足智多谋的范贤 此刻突然觉得 二皇子这等臣服 把一番人玩弄在股掌之间 自己输了不冤枉 只是此时不扳倒二皇子的话 自己就无法再庆国立足 更无法娶婉儿 就在此刻 范贤谋中闪过一道金光 似乎已经想好了对策 二皇子暴露野心 但却未能把自己杀死 这是他最大的败笔 你若回不了庆国 就跟我回齐国呗 天下之大 以后你就跟着我 海棠朵朵目光故意避开范贤 看向别处地说道 话音刚弱 范贤心中一热 脸一下子扑红了起来 但毕竟庆国有无数他的牵过 况且暗算这件事 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不然就不叫范贤了 范贤沉默了许久 满怀感恩地说 朵 你的恩情我来日再报 但他心里其实清楚 这份情意此生难报 好意留人却被拒绝得朵朵 转身想走出门 却又不忍 停下了脚步 头也不回地问道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范贤沉了沉气说 还请你搬个忙 接下来的日子 范贤每日进步 蒸奇要善 用霸道蒸气疗伤 十天后终于能下地行走 因为脚步那样呛 每天海棠朵朵 搀扶范贤在院中散步 随着范贤的身体 越来越好 两人越发亲密的关系 就变得尴尬 多了一份说不清 道不明的情愫 范贤略带歉意地看着海棠说 寻月以后 吴竹术到了 我就要走了 海棠脸色微变 犹豫的片刻 装作一副不在乎地说道 真的不要我陪你呢吗 尽管她是冷艳的性子 却也掩长不住担忧 范贤故作轻松地笑道 现在不只是我个人之事 事关庆国 你又何必卷入这个泥潭呢 再者 我去虽说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有五竹书在 相信没人能在五竹书的面前杀掉我 庆国信仰长公主府 范贤究竟死了没有 长公主李云瑞 慵懒地靠在了椅子上 看着远处跪着一个黑衣男子 日前小人亲眼所见 范贤被阎兵云一箭刺杀 谢大人亲自摸了心跳 确认已死 那北齐圣女救走的莫非是一具尸体吗 长公主冷藍一笑 告诉了皇子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范贤假如没死 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吧 黑衣男子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 缓缓地退下 又过了时日 一个风尘仆仆的男子出现在小院外 海棠朵朵的身影也悄然出现 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蒙着黑布的男子 此人全身不露 丝毫生气 远处一站 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在海棠朵朵的印象中 他应该就是五珠了 但确认不了是敌室友的时候 多了一份谨慎 海棠朵朵出声问道 你是谁 此刻身后响起了范贤的声音 叔你来啦 范贤那日求朵朵帮忙 就是派人给五珠书送个信报个平安 并叮嘱他 不能为他寻仇 速来北七见面 五珠一怒 阎兵云会死 很多人都会死 那样局面就无法挽回了 你救了范贤 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可以帮你杀个人 想杀谁 告诉我 五珠对海棠朵朵说道 但朵朵并没有回应 为什么不让我杀阎兵云 五珠只有看到范贤的时候 声音才算有了些温度 杀了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范贤摇了摇头 五珠书 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跟踪呢 五珠点头回应道 按照你的吩咐了 我一直放慢了速度 让他们跟得上我 范贤了然于心 回头望了望海棠朵朵 离别的话 却一时难以说出口 两人就这样呆呆地 看着对方沉默无语 海棠朵朵微微一笑说道 你走了 我倒省心照顾你了 范贤心头一堵 偏头过去说道 等着我 我会回来找你的 海棠朵朵轻轻摇摇头 身影早已飞出石杖以外 越走越远 范贤回头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五珠说道 书 我们也该走了 庆国二皇子府 范贤竟然还活着 二皇子看过飞鸽传回的秘信 脸色越发的难看 一怒之下把桌子掀了 丫鬟们慌忙地退下 但是不一会儿 二皇子重重地回到了座位上 鼻子里喷着粗气 忽然 他哈哈一笑 脸色恢复了平静 貌似想出了对付范贤 更可怕的方法 庆国边境 闽州城门口 张贴着通缉告示 官兵们手拿画像 检查进出的百姓 这次范贤死而复生 罪名当头 此次返京 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呢 请大家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 我们的下一集更新哦